像仙境一样美丽的银河洞瀑布 只能够从新北市的新店上去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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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的牧章猫空有另一条捷径 而且相对平缓好走 连两岁的香港小娃都能走得到 跟着风哥从猫空走去银河洞瀑布 想去新店银河洞瀑布 只能走北宜公路到新店 然后气喘吁吁的爬陡坡吗 绝对不是 木炸猫空是另一个选择 从木炸动物园猫懒猫空站出来 沿着指南路三段走 大概走五六分钟 看到路边张湖步道的路标 更重要的是 看到这间晨熙茶坊的招牌 这里就是猫空通往银河洞瀑布的捷径 从猫空捷运站走六百五十公尺 到这个晨熙茶坊 从晨熙茶坊才是要往银河洞瀑布 别走错了 沿着晨熙茶坊前面的花岗岩步道走 走个四五分钟 就可以看到通往银河洞的路标 看到银河洞越岭五档 三十五分钟左右 差不多一公里 就跟着指标走吧 没错 没错 银河洞瀑布 一千零五公尺 沿着三井间的花岗岩往前走 一边是茶园一边是竹林 风景很好 原来以为猫空到银河洞的步道会很冷门 但是没想到的是 走这条越岭步道的人还真不少 那这条是什么路 一样啊 也是银河路 它两边都是银河路 只是就是这个会更上一点 更有从香港来的年轻妈妈 带着两岁的男孩也来走 两岁的小查理不太怕生 耶 说这个小查理很厉害 才两岁下坡 只要人家牵着就可以自己走了 看看连两岁的香港小孩 都能够走 这绝对证明猫空通往银河洞的步道够亲民 到了银河洞瀑布 银河洞瀑布 这里有洗手间 这一路上可能就只有这里有洗手间 不要错过 但是让人小小失望的是 我到访了这一天 4月13号 全台湾陷入枯水期 银河洞瀑布的水量当然也稀少 不过既然来了 帮着对香港母子拍照是一定要的 哦 这边第一个平台最适合拍照 查理 查理 看这边 来到银河洞瀑布 用两年前我拍摄的水量丰富的影片 带大家回味并且体会从前唐朝大诗人李白他写的诗句 《飞流直下三千尺,一事银河落九天》 再说一次 《飞流直下三千尺,一事银河落九天》 李白写瀑布的诗好像很浮夸哦 诗里讲说 像银河的瀑布飞泻了三千里 但现实中 瀑布飞泻三十公尺就很壮观了 不过也别太认真 大事人想的和你我不一样啊 太认真就输了 走在银河洞的石窟山壁里 这里还有一间旅洞宾仙庙 这间石窟里的庙宇超过了百年历史 敬拜的是八仙过海的李洞宾 别有洞天 民国三年元月建立 也就是日本时代建立的 现在已经有一百一十年的历史了 银河洞宾仙庙 银河洞富贵 在这里听水声哗啦哗啦 银河洞飞泉 从崖壳地奔洞而下 水量虽然不算丰沛 但特别的是这里能够贴近瀑布 贴近瀑布看 真的像夜空中的银河 稀稀苏苏啊 在这里贴近瀑布 真是移情又逍遥 好 那就走原路下山啰 刚才我从猫空往银河洞瀑布 是缓下坡很好走 但是有上就有下 一如人生 有下就必定会有上 从银河洞回猫空 当然就得爬缓坡了 两岁的小查理走得有点累了 要妈妈抱 下了山 回到猫空 小查理累得睡着了 但是这对香港母子 好像还没有玩够 他们还要继续去猫空喝茶 吃茶点 这对香港母子的旅游安排 也值得台湾游客借近 到猫空 不只可以看美景 喝茶 吃美食 还可以走越岭步道 去新店逛一逛 银河洞瀑布 影片最后 还是要提醒看影片的朋友们 从猫懒猫空站 走到指南路三段 要到银河洞登山口的路上 要小心路边的岔路哦 不然就得要绕一大圈了 要特别提醒的是 不是这条路哦 这条路它旁边虽然也有写 也有写张狐步道 张狐环状步道 但是 你很诚实地说 如果从这上面走 你可能要绕过一整个大山头哦 不是从这一条路 要再往前面走 走去晨熙茶坊 是的 这条从猫空通往银河洞瀑布的路径 是从晨熙茶坊走过去 不要走错了 白走冤枉路 以上是这一期的风言风语 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 分享 按赞 谢谢您 我们下回见